美国总统川普支持者闯入国会大厦事件 引起川普过去内阁的轮番炮轰 目前传出美国司法部不排除以煽动暴乱的罪名 起诉川普 综合媒体报导 去年12月底刚离职的前司法部长威廉·巴尔 痛批这场暴动令人发誓以及卑鄙 他向美联社表示川普煽动支持者向国会施压的行为 是对其总统职位跟支持者的背叛 报导指出巴尔过去被视为川普铁港盟友以及忠诚格言 不过去年川普指控大选舞弊 巴尔表示没有看见相关证据 并且为此公开跟川普争论 这使得川普在去年12月在推特宣布巴尔辞职的消息 而至于前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也发表声明 他表示这起事件是报名们想要推翻美国民主 而原因在于川普迟迟不肯认输 而且不断地鼓动支持者 马提斯直言川普试图利用总统职权 摧毁民众对选举的信心 破坏对公民同胞的尊重 川普的名字将会跟怯弱画上等号 并且恶民招商一辈子 最了解现年70岁的马提斯 过去曾经在美国军官 拜海军陆战队上将 作风强硬并且以军方鹰派著称 不过他在2019年因为武力 阻止川普决定从美军 从士利亚撤军的消息因而离职 除了两位过去心性站出来谴责川普之外 联邦警察官谢文也表示 司法部将会考虑对任何参与暴动的人 提起刑事诉讼 谢文表示司法部将会调查 事件里面参与人所扮演的角色 只要有证据确认他们违法就会被起诉 报导称川普之前曾经向知识者们喊话 要求他们为他而战 在地狱里面战斗 而他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也曾经向人群喊话 表示要透过战斗进行审判 这些都被外界认为有法律危险 华盛顿邮报也刊出专栏作家 米尔班克的文章指出 川普在其任内四年内 打破了所有的法律跟规范 而现在可能又多新增一项叛国罪 美国总统川普支持者闯入国会 已经酿成五个人死亡 同时川普恐怕会因为煽动支持者 而悲伤煽动暴乱罪 为此有消息指出 川普最近几个星期都在考虑 特赦自己的可能性 综合媒体报道 根据纽约时报 有两名知情人士透露 从去年11月大选以来 川普多次跟亲信讨论了 赦免自己的可能性 他询问自己是否应该这么做 以及在法律跟政治上面 对他的影响 目前白宫方面尚未证实三观消息 事实上早在2018年 川普就曾经在推特上面表示 我绝对有权利特赦我自己 由于根据美国宪法 特赦是总统最大的宪法权利之一 对此一些法律专家表示 自我赦免将是违宪的 因为他违反的任何人都不应该 成为自己案件的审理法官的原则 不过由宪法律师告诉路透社 川普是否可以合法的赦免自己 尚未有明确答案 因为历史上面也没有发生过 总统赦免自己 所以法院也没办法对此进行权衡 而密歇根州立大学宪法学教授 布莱恩·卡尔特也表示 川普或许可以尝试看看 因为美国宪法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不过CNN指出特赦自己的条件 必须是承认罪名 CNN律师法律顾问威廉斯表示 所谓特赦就是承认错误行为 或是有被起诉的罪名 被特赦的人不仅是看起来有罪 还必须承认自己犯罪 同时美国前总统尼克森 1974年在面临水门案弹劾离职之前 当时司法部在一份备忘录里面就写到 尼克森无法特赦自己 CNN还分析 川普在无法特赦自己的情况之下 可以选择仿效尼克森 辞去总统职位之后 让副总统彭斯继位 由彭斯来宣布特赦川普 不过法律专家也分析 未来或许也想会参选总统的彭斯 应该不会为了川普葬送自己的政治生涯 此外如果彭斯真的跟川普达成特赦协议 他很有可能面对贪污罪起诉 因为他跟川普的协议含有对价关系 让彭斯得以取得总统职务 美国现任总统川普支持者 7号闯入国会大厦 震惊国际 目前华盛顿内部不断传出 要让川普提前下台的声音 综合媒体报道 如果川普提前下台 也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启动美国宪法第25条搜证案 另一个则是由参议院定罪之后 对其进行弹劾 如果要走第一条路线 需要内阁15名核心部长里面过半数 以及副总统彭斯致信给国会领袖 表示由于川普不适合担任总统 将由彭斯代理 本月7号代表1.4万家企业的 美国全国制造业协会率先呼吁 彭斯应该跟内阁合作提前罢免川普 而之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籍人士 还致信给彭斯 表示川普现在在推特发布影片 呼吁示威者平安回家 但是川普依旧无法接受选举失利的事实 持续生动暴力以及社会动荡 甚至支持以武力推翻选举结果 显示出他的精神状况已经不健全 完全符合可以启动25条修正案的标准 就连共和党籍的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 以及伊利诺伊州的众议员金辛格 都表示川普应该下台 金辛格认为川普已经跟现实脱钩 一名白宫行政官员也向美国之音透露 川普对于自己总统任期即将结束感到愤怒 他的表现完全是一个怪物 另一名官员则是用精神失常 以及让人受不了来形容目前的川普 CNBC指出内阁官员们确实已经开始讨论 是否要启动修正案 其中还包括川普的亲信财政部长姆鲁钦 以及国务卿蓬佩奥 不过根据纽约时报 亲近彭斯的消息人士透露 彭斯反对采取这项激进的举动 而彭斯的立场也获得数名内阁官员的支持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举动可能会使得华盛顿更加混乱 而并不会让事情平息下来 对此刚机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以及未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既已经公开表示 如果内阁不采取行动 国会将准备弹劾川普 之后众议院将近60名民主党籍议员 也支持对川普的弹劾新条款 佩洛西表示 虽然川普任期只剩下13天 但是接下来任何一天都可能上演恐怖场面 因此将川普逐出白宫显了10万国籍 目前川普可能被控的罪名 包括发表了被视为煽动叛乱的言论 或是对美国宪法不忠 以及未能履行其就职宣言 不过根据BBC 想要弹劾川普 需要众议院就众议院进行严重犯罪 或是清罪提起控告 而在得到众议院过半数议员通过之后 还必须获得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员同意 川普才会被免职 因此外界普遍认为弹劾过关的可能性不大 同时美国国会目前正处在修会期 还不确定是否可以赶在川普任期结束之前 启动弹劾程序 美国运输部长赵小兰7号宣布 无法坐视川普煽动人民闯入国会 因此辞去运输部长的职位 他是川普支持者闯入国会大厦事件之后 第一位请辞的川普内阁官员 综合媒体报道 赵小兰发声明表示 在总统发表演讲时候 他的支持者冲入国会大厦 让我们国家经历了一场痛苦 而且完全可以避免的事件 这深深困扰着我 因为我无法只是袖手旁观 赵小兰表示 对于可以为国奉献感到无比光荣 未来运输部长的职位 将会由曾经作为印第安那州南本德市的市长 也就是拜登提名的布塔主级接棒 据了解赵小兰是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的夫人 麦康奈六号晚间在国会 以一场失败的叛乱谴责川普支持者的行为 并且痛斥这群人为疯狂群众 资料显示赵小兰出身台湾 是第一位两度进入美国政府内阁的华裔女性 同时也是内阁里面第一位华裔女性 目前赵小兰是川普政府之中对国会暴动事件 以请辞表示抗议的最高级官员 而在赵小兰之后第二位请辞的是教育部长戴弗斯 他坦承国会大厦暴力事件是他请辞的关键原因 他在7号曾经在推特上面严厉谴责这起事件 并且表示政权和平转移是美国大意志民主 跟相交共和国的不同之处 由于国会世界让川普团队对于川普感到非常失望 目前还有许多官员传出已经请辞或是考虑请辞 包括国安顾问奥布莱恩 副国安顾问博明 白宫副幕僚长利德尔 白宫副新闻秘书长马修斯 白宫社交秘书长尼切塔 而还有曾经作为第一夫人梅南尼亚的幕僚长葛瑞珊 曾经担任白宫幕僚长的现任美国驻白爱尔兰特使穆瓦尼 也公开宣布请辞 他接受CNBC采访的时候表示 在事件发生之后 他无法持续待在川普团队 也不想以任何行事参与其中 不过他也提到许多官员们选择留下来 是因为他们担心川普可能会找寻更糟糕的人来替补 谁就白宫幕僚跟内阁纷纷传出请辞 共和党人士也出面炮红川普 不该放任支持者的暴力行为 外界推测川普在白宫最后任期 恐怕会成为骨甲寡人 综合媒体报导 美国国务院伊朗政策特别顾问诺隆哈 6号晚间在推特发文表示 川普总统煽动暴徒攻击国会 他不断利用各种机会阻碍政权和平转移 这种行为威胁到我们民主跟国家 川普完全不适合继续担任总统职位 他必须离开 洛荣哈还表示 所有政府官员都对宪法宣誓 我们应该效忠的是宪法 而不是个人或是政党 拜登已经赢得大选 我们必须共同合作 重建经济并且捍卫我们的国家 一名资深官员向路透社表示 就在洛荣哈发推文之后不久 白宫就已经通知他遭到开除 目前洛荣哈尚未回复路透社置评要求 白宫跟国务院也尚未拒绝评论 此外在国会事件过后 四名消息人士表示 川普在白宫已经是越来越自我孤立 靠着一小撮最坚真不移的支持者 并且猛力抨击彭斯跟其他勇敢反对他的人士 部分长期顾问也都不愿意再跟川普交谈 其中一名顾问被问到 最近是不是有跟川普联络 他透露我完全不想跟他说话 此外尽管彭斯过去四年都非常忠心于川普 但川普近期在公开跟私下场合都不断的抨击彭斯 只因为彭斯拒绝阻止国会认证拜登当线 路透社指出 这个礼拜川普再次抨击彭斯 而彭斯犯公事尚未回应 不过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伊和菲透露 他6号晚间有跟彭斯联络 伊和菲表示 我认识彭斯非常久了 从来没有看他像今天一样生气 一名前高阶行政官员也透露 川普跟彭斯之间的裂痕已经非常深了 或许再也不会交谈 不过一名彭斯顾问表示 所有围绕在彭斯身边的人 都对他感到非常骄傲 因为彭斯在最后这段时间之内 依旧认真执行宪法赋予的权利